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主讲中西方家具鉴赏的中国古代家具概况及宋代以前家具鉴赏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 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给人类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家具就是这座历史宝库中一朵瑰丽的琵琶 中国古代家具从商周到明清将近3500年 我们把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席地贵坐的地矮型家具 对应的时间是指商周到秦汉 那个时候我国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席地贵坐 第二个阶段是过渡时期的建高型家具 对应的时间是魏晋南百朝自隋唐五代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过渡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指的是我国先民们的生活方式 由席地贵坐演变到今天的垂足而坐 那么第二层含义指的就是与这个生活方式相适应 我国先民们的这个所使用的家具 由低矮型往建高型的方向发展 那么第三个阶段是指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 对应的时间是宋元到明清时期 那么宋元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一个成熟期和满辈期 那么明清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顶盛期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席地贵坐的地矮型家具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家具当中 我想给大家分享了商周时期的家具 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具 以及秦汉时期的家具 第二个阶段 过渡时期的这个建高型家具 我们将会分享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这样几个阵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将来学习 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家具 我们先把视讯拿回到上周时期 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 是一个农业 手工业 畜牧业都比较发达的国家 尤其是当时的青铜工艺技术 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可以讲是创造了文明与世的青铜文化 那么周潮在公元前11世纪灭商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那么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个全盛时期 那么社会经济 比商代也有了更大的发展 手工阻力更多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家具 是作为一种手工业 当时有号称百工之所 周天子以及其所分空的诸侯 都有自己的铜器做法 可以讲青铜器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商代 那么从老师刚才的介绍 爱思考的同学就会猜测到 今天老师在商周时期 重点给同学们要分享的 就是青铜家具 那么并不是说 在商周时期没有木制的家具存在 只是由于木制的材料 容易腐朽 留到我们今天的事物非常的少 我们只出土了周朝的一些 七七的产片 成型的家具几乎不见 那么青铜这种材料 由它特殊的材料性质 直到今天依然保留下来 如果同学们有机会去参观 上海博物馆 那么你们一定要到 上海博物馆的一楼展厅里面 去看一看商周时期的青铜家具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主要看看商周时期 常见的家具品种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会给同学们提到青铜家具 首先我们来看看 商周的家具的第一个品种 叫席 席地贵作时代 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席子 那么席子呢 可以讲它是床踏之石 当时的这个席子呢 既是作曲也是卧曲 那么在这个周礼 仪礼以及礼祭当中 我们可以得知 在以中华制为核心的奴隶社会 习的材质 就是采用什么材料 还有呢 习的装饰 以及如何使用 都要受到等级与民分的制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 那么这个奴隶祖 贵族 生前所使用的席子的这个材料装饰情况 以及它的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使用场景 可以推断出这个奴隶祖 贵族 生前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呢 是主 第三个呢 静 我们把这两种类型的家具呢 放在一起 好 来学习 那么在上周时期 遗留到我们今天的主和静呢 主要是青铜主和青铜静 它是一种礼器 用在什么场合呢 知道吗 你们讲是济世的场合 主和静呢 是奴隶祖 贵族 用在济世的场合 那么这个 它当时作为一种礼器出现 让我们来看一看 主 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 造型 我们来看呢 它相当于是 积暗内家具的粗形 当时呢 主要是作为 切身和乘身之用 切身口和乘放身口 也就是说 奴隶祖贵族在济世的时候 他要屠宰牛羊 那么屠宰牛羊的工具是什么 就是咱们的这个组 在组上 我们就是说 屠宰好了以后 再乘放 作为祭天 祭神之用 第三个 这个呢 是 晋 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造型来看呢 它相当于 我们相除贵旅家具的雏形 那么是奴隶祖贵族 贵族在祭世的场合 用来 摆放各种供品 和器皿的一个台子 在接下来呢 我有相关的这个青铜组 和青铜镜的照片 给同学们欣赏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鸡 在席地贵族的这个商周时期 鸡是干什么用的呢 如果今天谈到鸡的时候 你们首先想到的家具是什么 是不是 茶鸡 是不是 茶鸡是我们今天干什么用 是不是 盛放不平用的 对不对 那么在商周时期的这个鸡 是供我们平易用的 是我国先民们 用来调整坐姿的 我们讲呢 它的这个鸡面呢 是比较窄 鸡面比较窄 主要是帮助我们 在席地跪坐的时候 调整坐姿 所以鸡 那么对于这个鸡呢 在商周时期我们讲 在诸侯啊 清代夫等 对于这个鸡的使用 我们讲 天子呢 用玉鸡 以下的诸侯和清代夫等呢 要根据级别和场合的不同 使用 雕姬 铜姬 七七 等级 依次地间 从而体现 这个奴隶族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知道 这个玉 是不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我们讲 十字极品为玉 对吗 那么在这个商周时期 我们周天子用玉 来开始做这个鸡 它帮助呢 我们调整坐姿 好 第五个呢 是椅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已经不太出现了这个词 那么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家具 类型相对应 它就是屏风 好 那么屏风的功能是什么 遮挡视线 还有分隔空间 对吗 是不是 那么在周朝的这个意义 它可是我们古时候天子座后的屏风 是周天子专用的一个器具 其他的诸侯和清大夫等都没有资格使用 而且对于这个意义 由于这个使用场合的不同 还会呢 在其上面的装饰文样有区别 比如周天子在风喉大典的时候 通常这个椅的上面呢 是装饰有虎纹 虎头的虎 同学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明晃晃的这个虎头 是非常的有威慑力量 在这个风喉大典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椅上面 经常装饰有虎纹 要体现那种庄严树木的气氛 那么在这个济世 济天的场合 这个椅用什么样来装饰呢 往往是凤凰羽毛纹 同学们来 跟我一起思考一下 上周时期 奴隶族贵族 为什么要祭神祭天呢 是不是一方面 在上周时期 我国的先民们 抵御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 还极其的有限 是不是啊 另外一方面也不排除 人都是要死的 是不是啊 那么祭神祭天的时候 是不是要求得神灵的保佑 对不对 要追求长寿 我们这个凤凰 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一种神鸟 可以引导我们羽化身仙 称身仙呢 是不是就长寿了 我们讲在济世的场合 通常用凤凰羽毛纹 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什么 在上周时期 我国古人所设计的这个家具 它的这个装饰文样 都是和它的这个使用场合的氛围 相吻合的 那么同学要注意了 老师这里介绍的家具 就是说有这些 但不是说仅有这些 明白吗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一门 这个学问的话 是随着我们的古文学挖掘的深入 以及考古工作的深入 所以我们的未来又有新的发现 会为我们这个知识保护 天专家王 那目前呢 我们主要是看到这样一些品类的家具 就是说有这些 但不仅有这一些 还有很多未知的谜 等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索和学习 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个辽宁意见出土的 三代青铜版式组 那么对这样一件家具的时候 我们首先它是青铜材料制作的 那么用这一种金属来制作的家具 会给我们什么感觉 是不是很重 是不是很冰凉的感觉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的仙民们 是如何把这一种家具 做成这种比较轻薄的感觉呢 当我看到这个青铜杵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很硬重 很笨重的感觉啊 没有 是不是啊 我们讲是大块的一个构建的形式 大家看看 我们这个仙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就是在造型原理上面来讲 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笔 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面板的宽度 是不是有一个斜坡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斜坡的处理以后 给我们在这个造型原理上干 是不是感觉轻薄多了 是不是啊 那么就是我们就说 举个例子 当就是说这件家具 如果是厚厚的这么多 和一个是这么薄 那就是说我们在济世的场合 经常要把这件家具搬来搬去 你是愿意搬这个 还是搬那种很厚的那个 是不是愿意搬这个 是不是啊 那么一方面呢 它也节省了材料 还有一方面呢 在我们造型上造成那种就是说 青铜制作的家具 并没有给我们笨拙感 是不是啊 通过我们仙民们的合理设计 在这个视觉上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它是用这个斜坡的形式 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同学注意的就是 在这一块这个版式组的这个地方 我老师用这个红笔提亮 是不是画出了一个昆门的线形 所以我们讲 这个昆是这样写的 我们后面经常要提到这个昆门的造型 一直到这个明清时期 依然有这种造型式样出现 事实上 在我们上周时期的这个青铜版式组上 已经出现了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称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这个青铜镜相当于香橱贵类家具的雏形 所以这个青铜镜给我们的感觉 是不是一个相提式的家具 那么细心的同学呢 还会发现 在我镜面板上 是不是挖了三个亮洞 那么同学有没有就是注意到 我们挖掘出来的很多那个青铜器皿 是三角形的 就是下面那个是尖尖的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在这个奴隶族贵族祭祀的时候 它是用来放置器皿的 一个台子 因为我们本身的器皿就是尖尖的 如果你做成平的的话 能放得稳吗 所以相当于挖一个亮洞的时候 它就是做下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非常的科学 设计上非常科学 那么除了刚才老师给你们介绍的一些品种以外 我们其实在这个甲骨文当中 我们也可以见到我们的家具形象 比如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比如在这个第一 叫能握床 未睡觉 大家可以看到这像不像个人 右边像不像个人 这个我们把它就是 横过来 像不像我们今天床的历史造型 比如我们的床 我们正面的投影过去 是不是 那我们从象形文字上可以推断 上周时期有可能床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 刚才我不是讲到席子吗 席子是床踏之史 他没有提到床 对吗 但是从这个象形文字当中 我们可以对床做一个推断 很有可能 古人当时睡觉所用的床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同学可以看到 比如我们看这个地方 第六和第七 六就是人跪伏在竹席上 象形文字 这像不像个席子 是不是 还有我们讲 人在竹席上休息 是不是这个外面的外框 像一个房子 房子里面放了席子 有一个人躺在这个地方 这么说 从这些象形文字当中 咱们也可以测到 一部分家具的造型样式 咱们从这个 好像是床 这个有可能是席子 对考古挖掘的一些素材 做一些合理的推断 第四点 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上周时期的装饰图案 从上周时期存留下来的 青铜家具 我们可以发现 上周青铜家具的装饰文样 非常的秩序化 和神秘化 那么当时主要的 这个装饰题材有呢 滔铁文 滔铁 我们今天还用到这两个字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跟我们吃饭有关系 叫滔铁盛宴 滔铁文 魁文 蚕文 云雷文 魁文就是 其实指的魁龙文 就龙的那个雏形的一个状态 还有呢 这个蚕文 蚕是什么 我们夏天 就是这个资料 对吧 蚕文 还有呢 这个云雷文 那么上周时期 对于自然界的打雷伞电 对我们先民来讲 是不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么在长期的和自然界 做斗争的过程中 把自然界的这个打雷伞电 这种现象 也给他体验出来 装饰在我们的家具上面 来营造那种 名言 庄重 寿木的氛围 然后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这个滔铁文 滔铁文就像龙文一样 它是咱们先民们 想象中的一种怪兽文 自然界当中 并没有滔铁存在 那么在这个左传和 《吕斯春秋》当中 都对此的 都有记载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 是一种有手无身 就是手就是头 有头没身子 还有呢 是羞母吃人的怪兽 先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还有呢 他的形象是 正面中心为鼻梁 有一双巨木 大口 头上有四牛的双脚 从老师这样一个描述 同学们是不是 可以发现 是三周时期的先民们 他们综合了 战家当中 多种动物的形象 把它拼凑在一起 就构成了 咱们的这个滔铁文 是不是 最后 就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一种凶猛 吃人的怪兽文 有一双巨木 正面中心 微鼻梁 还有这个 嘴巴张得很大 是不是非常的猙獰 面目可正 可不 那么装饰在 我们七重家具上面 主要是营造了一种 威严 壮重 肃木的气氛 我们讲的 这个滔铁文 凶猛异常 显示出一种 强悍 真名的美 那么在这个右边 老师也就是 整理了几张图片 给同学们看看 我们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就是说 正面中心为鼻梁 是不是左右对称的一个图案 正面中心为鼻梁 有一双巨木 这是嘴巴 然后左右两边 又对称 你看 不同的时代 他给它规整化了 系列化了 就是老师这里讲的 还有神秘化 要加一个字叫自虚化 是不是 就是说这些 自然界当中的 各种动物形象 被我们先民们 截取部分 把它构成 咱们的滔铁文 然后再进行过 提炼加工 把它往这个神秘化 自虚化的方向 去构图 就演出我们今天 所见到的 这个滔铁文的形象 装饰在我们的 青铜家具上面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残文 残文呢 是在桑代 是被看成是图腾 图腾其实是一种 怎么说呢 桑代我们今天的 这个切的一个标志 你们叫它什么 什么设计啊 logo设计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其实 在这个我们 我们讲这个图腾的话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logo设计 好 在残文 在桑代呢 是被看成图腾 那么这个残文呢 装饰在我们的 这个器皿上面 可以讲呢 是渊源流畅 上周我们见到 到至到今天 我们依然还能见到 那么不知道 有的同学 有没有参观过 南京博物院 有没有去过 去过啊 不知道这里 主管里面 有一场这个 宝藏 就是馆藏的真品 工艺品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叫金枝玉叶 好 看过啊 非常好 我们看看 叫金枝玉叶 大家看 其实跟我们以后 后面要讲的吉祥图案 是相吻合取来了 那这个金枝玉叶 见过的同学 周超同学 你见过 你能给同学描述一下 这个工艺品的 器型特征吗 金枝玉叶这件工艺品 是由一支蝉 和一片树叶组成 其中蝉是用纯金打制 而树叶呢 是用玉打制的 因此呢 给人一种很滑贵 很唯美 和一种很温润的感觉 好 请坐下 说得太对了 这个金枝玉叶 非常珍贵 那么在当时 古试后是作为什么 女子大家闺秀 她陪嫁的一个性命 可以这么讲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 就是我们讲古时候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这个女子在出嫁的时候 父母会给她 精心打制这样一个 金枝玉叶的尸体 放在她的那个书章笔里面 那么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呢 是用金子 我们的黄金打制的一个蝉 一支蝉 就是我们这个资料 然后呢 让这个蝉呢 停放在玉叼的一个叶子上面 所以这个是不是 金枝 这个枝是不是 同学们知道 这里利用了谐音啊 金是金子 这个枝是不是树枝啊 跟我这个枝是不是谐音啊 所以用这个金子打制的一个资料 让它呢 停放在玉叼的一片叶子上 寓意的金枝玉叶 是不是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 是不是对于孩子那种高贵的千金小姐 是不是啊 我这是金枝玉叶 是不是啊 要细心的加以呵护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这样这样传承过来的 这样一个演绎的过程 老师这里呢 谈到这个资料 就是讲 用这个蝉门 装饰在我们的器物上面 其实在商周就已经出现 好 接下来我给同学们看个例子 大家看 左边的这个是一个滔铁纹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看 正面中心为鼻梁 眼睛 这个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蝉门 蝉门是不是这一块 悬向带 勾的这个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蝉的头 这个蝉的这个尾巴 所以还是清晰可见 是不是 包括下面你看这个 是不是蝉门 好 他还能看出蝉的影子 但是已经被我们 先民们几何化了 对吗 好 已经被我们加工过了 他并不是战界当中 一只真实模样的蝉 被写实的装饰在 我们的这个青铜器皿上面 而是经过我们先民的再呛造 但是蝉的这个圆形 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得出来 是不是 我国先民们就是这样 善于从战界当中提取素材 发现素材 为我们的生活 增添美的元素 是不是我们讲 血液从现在就开始了 血液的深美意去 从现在就开始了 那么上周时期的家具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给同学们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具 春秋战国时期 对应的历史时间 大概是公元前770年 到公元前21年 那么这个 像周朝末年的时候 周天子失去了 控制诸侯的能力 那么诸侯之间相互割据 争夺自己的势力地盘 这种现象呢 愈演愈烈 整个我们讲社会 又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年代 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 虽然战乱不止 但是各个诸侯国 各自为政 要就是振兴自己的家业 那么对于总个社会来讲的话 社会生产力 依然是朝前发展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讲 这个在由于制度的变更 手工业工人呢 已经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 好 那么社会呢 按照历史的轨迹 在前进 注意好 奴隶社会开始向 封建社会过渡 前面我们讲 双周时期 是不是奴隶社会了 春秋战国时期 在我们这个社会 制度体制发生变化了 奴隶社会 开始往封建社会过渡 那么这个时候 青铜器的生产 开始衰落 前面我们讲的 可能老师给你们介绍 商周时期的我们的品种 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 青铜家具 对吗 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讲 青铜器的生产 开始衰落 大部分的日常器皿 被漆器所代替 那么同时呢 由于青铜器的生品化 那么促进了品种的残敷 这句话是说明什么意思呢 虽然青铜器生产的 数量在减少 并不意味着 青铜冶炼技术水平在倒退 事实上通过考古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 青铜冶炼技术水平 是比商周大大前进了一步 那么从这个出土的实物 可以证明 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讲不仅有这个青铜组 我们还看到了 这几非常精巧的 四龙四凤同方案 这是一件家具工艺品 我们来看看 好 来看看这个 我们这个是战国墓出土的 四龙四凤同方案 同学士看到这一件照片的时候 一有没有被他这个凡夫精巧的底座 所震撼 是不是啊 这个暗面是七目制的 由于时间的九月已经腐朽掉了 留下的这样一个青铜的框架 供我们今天来品评和鉴赏 我们不妨来看看它这个底座的构成 大家看 在这个圆形的这个基座的四个方向 立了什么 下部有叫两母两聘 四肢侧卧的梅花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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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方向一共有四个 就是用我们的图画讲 就两公两母 苏面也讲叫两母两聘 这个母呢是指这个雄性 聘呢是指这个痴性 就是我们这个基础呢 就是由四个这个梅花路 把它呢就是 就是托起来 然后呢四肢拳漆 那么托叫一个圆形的底座 那么中间部分呢 环座的这个弧形上面 出现了什么 四条神龙 神龙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神龙 那么这个神龙呢 非常的怪异 他是毒手 双尾 这个神龙就是一个头 但两个尾巴的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县民们是不是 充分的大胆的发挥了他的想象力 一个龙 只有一个头 但是有两个尾巴 那么这个龙身的这个 这个盘绕残结的这个字之间呢 又出现了一只缝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两个之间这里有出现缝 从这个面我们可以看到缝头 缝头看到没有 缝头 那这个缝是什么状态呢 引进长林 展翅欲飞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样一个精巧繁复的底座 也不得不惊叹 成就战国时期 我们国先民们高超的冶炼技术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今天来复制它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下很大一番功夫 可能才能把它复制好 那么这个四个龙头在昂首 拖着这个 按 按的方形的框架 那么 按的这个方架 这个周围呢 在这个 就是装饰油呢 勾连的云吻 是不是 整个这个四龙四方 同方案 非常的精巧繁复 好 是不是 在成就战国时期 我们见到的这个岸 它的这个 也连技术的水平 是非常高超 那我们不妨来看看 这个岸的这个尺寸大小 它通高呢 只有36.2厘米 上天框长呢 也是47.5 大家对尺寸有点概念 我们就知道 即使是在 齐地贵座的年代 那么这个岸 是不是也是非常的低岸 非常小巧的一间家具 而且在这么一个 小的底座上面 装饰了那么多 立体的繁复的图案 是不是非常的不容易 好 所以我们讲 在成就战国时期 野炼技术水平 是大大比上代前进的一步 好 那么在介绍 这个成就战国时期 家具的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免败 咱们的祖先 木工行业的鼻祖 那就是鲁干 成就战国时期 我们这个就是自作 这个家具的这个工种 咱们不像今天 我们叫它木工 当时叫什么 叫纸匠 就是这个工种 那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木材 就是纸素 同学们对于这个纸素 有了解吗 可能很多同学 因为没有这个实践的经验 对纸素呢 就是它的财性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 好 但我告诉大家 大家对那个活字印刷 有了解吗 是不是 那我们当时那个字的这个字膜 就是用指数来做的 那么从它可以用来做字膜 是不是说明这种指数是比较硬重 是不是 因为我们你刻成那个字膜 字那么小 如果你很软的那个木材 是不是我们印的那个字就不清晰啊 我们一定需要这种字呢 是比较硬重 它那个就是边啊 就是那个字的那个边缘 都要打磨得很光滑 那么咱们在胶硬的时候 那个字是不是就清晰啊 那么从它可以用来做那个 就是那个字膜 我们就可以推荐 这种指数的这个材料 是不是 它的一个木性是比较硬重啊 那么当时呢叫他是指教 那么我们可以讲呢 在这个鲁班一生的伟大事件 在明代呢 由这个武荣 这个人编辑成册 有一本书呢 就叫鲁班经 所以同学看到这个鲁班经这本书呢 事实上是明代 是由武荣编著的 并不是鲁班自己本人所写 只是后人为了纪念我们木工行业的鼻祖 他是建筑界和我们家具业的大师 就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呢 叫鲁班经 可以讲他是古人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笔 尊厚的文化遗产 刚才商周时期青铜家具 老师在讲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 我们要重点谈这个七家具 这时候我们讲绝大多数生活的 日常生活当中的七民呢 被七七所代替 那么对于这个七树的栽培 春秋时期已经开始 注重对七树的栽培 那么到了这个战国时期呢 可以讲官方呢 开辟有这个官营的这个七林 这就相当七原子 就整个这一片树林都是中的七树啊 在这个史记当中呢 还记载 庄州成为七原吏 什么意思啊 就是庄州这个人曾经被官府派到去管理七原 就是管理七原的官吏 叫七原吏 那么在这个春秋构梁传当中 还有记载 也就是天子 诸侯 大夫等 都要按照规定使用不同的七色 这说明什么 当时的七色非常丰富 对我们这个大旗进行 调试从各种颜色来装饰我们的这个器物 不同的地位和身份的人 那么他使用的色彩呢 要有区别 好 我们讲呢 可以讲 西武器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东河会有呢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这个漆木器 给大家欣赏 那我们讲 这时候的漆家具呢 色彩艳丽 主要呢 是黑地为主 也就是说 这一件木制的器笔 是通体修以黑漆 然后在这个 整个黑漆面上呢 在丝以红色的彩绘图案 显得呢 朴素而又发美 可以讲是 被汉代 漆家具的 全盛时代的一个到来 汉代家具的序幕 那你从来 trains来 赢了一下 还会讲是 曼谷兰